在中国这边待那么多年 中国的高科技 我是无话可说了 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 也是有很多高科技 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出来的 在中国这边都有 比如说手机自负 还有中国的交通 中国的速度 外卖 还有快递 除了为你吃饭了 什么都给你服务到位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99%的中国人都跟我一样 觉得在中国电视真的很没用 我现在都不知道 现在电视到底是智能电视还是照照电视 花了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 到底买了个电视还是一个装饰 一个电视要装了好几个遥控器 还要装矿袋 还要装机顶盒 把这些装好了 如果能看 那我也就扔了 但是你们可以看 为什么这个要会员 那个要充值 我真的很不明白 因为我从小到大 从18岁开始去留学 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待了十多年了 我只看中国的电视剧 也只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 什么韩剧越南剧 我通通都不看的 但是像我这么喜欢看电视剧的人 我感觉这个事情真的很麻烦 比如说我现在喜欢看这个电视剧 然后我看着看得到第一集看得很好看 觉得要看下去 看第二集才看五分钟就要求我送职 要要求我开会员 这个不是最生气的了 比如说这个平台 就播了这个电视剧 是我喜欢看的 但是我又喜欢看另外一个电视剧 这个平台又没有 然后在另外一个平台才能看 然后如果我去另外一个平台看的话 在最好看的时候 他又要求我送会员 要求我送职 你说记不记 到现在为止 什么芒果呀 爱奇艺啊 诱惑啊 通通的平台 我都开了会员了 而且会员就特别贵 每个月还要扣 或者要不你就送一个月送一次 要不就是半年 要不就是一年 几百块钱 三四个平台扎起来 就快上线快了一年 除了会员 那我想问一下 我买这个电视来干嘛 记得我们小时候的电视虽然很笨重 但是我们全家都把它当宝 因为我们只要打开电视就能看 然后遥控器写得净净足足的 123456789 一按就净净足足的明明白白的 现在到底科技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 难道现在那么多电视大平台 你们一死不到吗 还在那竞争的 怎么把电视做的又大又薄又智能的时候 你们不去想想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去看电视了 我感保证现在有很多人 可能一年都没有动过电视 也没有打开过电视 我也希望能有单位出来管管这个事情 让我们消费者有更好的体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 在此再见